偏乡人口老化是乡下最严重的问题 而在盐辽村则是因为在地产业 渔业资源的枯竭 也导致了人口外流的现象 而要如何的对渔业资源浪费 减少人为过度的捕捞 增加鱼类的再生性 这都是盐辽的渔港渔民 最希望政府能够协助的 海洋被视为生命的起源 曾被认为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渔业资源就有再生性 如果适当管理是可以永续利用 并不会对渔业资源产生负面影响 倘若遭人为过度捕捞 影响周群的再生性 将导致资源枯竭 没有之前的三分之一 以前龙虾一趟回来 大概都十几二十公斤 现在一趟回来 大概三四公斤就算很好了 这么早 对不到三成 那这些渔民应该也是都转堂的吧 没有耶 现在渔民大概就是过日子 趁日子而已啊 近几年来因为捕捞技术的发达 对部分渔业资源的利用 已经超过鱼类的再生范围 以捕鱼为生的延疗在地居民 也因为渔业资源的减少 捕鱼也只能维持生活的基本开销 凸显了近海渔业的枯竭严重性 台湾海洋渔业大概分为远洋渔业以及近海渔业 气候变迁也会对海洋生物带来浩劫 像是全球暖化 海洋酸化都会造成海洋食物链的崩盘 挽救近海渔业工作是当地居民最担心的 记者林杰 瘦丰香 财宝报道 终于达中国卧是瘦洁造緣的 療长 مس混合道 什么不分自由